黑色一样就是软料鞋纹布 所以春夏秋冬都可以穿 它其实是一个花苞 打开之后空间感这样 开始有很多人问到说 到底什么尺寸可以穿 因为我们有很多粉丝买到 甚至是四到五个月的孕妈咪都说OK 所以我直接下一个条件给各位 臀为37腰为30 大家记好 或是量一量你家里的衣服就OK了 再来外绑带 那整个呢小腹啊肉肉 全部被这件收起来了 好更不要说黑色绝对瘦 第一次啊我一样帮大家选的是 这种比较有点微草绿的 所以呢穿起来搭配衣服上 你整个人变得很白 而且呢最厉害的就是 它的斜纹布是软料的 前面的叉我觉得超级修饰我们的腿型的 妞儿身高只有161公分 可是我每次绑上这件花苞群 就非常非常的腿长 过来看到一个可爱的虎波扣 这件袋是可以调整的 它有两个动具 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 所以呢它有两个长短可以调整 它的肩带不容易一直掉下来掉下 有一些粉丝肩膀比较小 就是它穿一穿就会这样掉下掉下 它开始长这样的 它是这样穿的 好空间感真的很够 屁股完全就是看不见 完全看不见 它也不贴紧 但这个绑带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很紧 有些人很喜欢那种缩腰的感觉 我自己啊就觉得 有一点点缩腰 我觉得就很厉害了 妞儿身高161公分 好那穿着平底鞋 所以高个小个都可以 而且肩带可以调 它是卡吉色 我觉得卡吉色也很厉害 因为不论是春夏秋冬 卡吉色都很实穿 这件裙子我觉得厉害的卖点在 它可以让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什么样身型 或是什么样身高的女生 整个比例就非常的棒 一样卡吉色 所有的颜色都没有内着的问题 它都不会透 喜欢粉不喜欢粉的女生啊 都会买这个粉红色 是因为它是有点灰粉 它不恶心 不三八 好很耐看的粉红色 而且它不太分季节性 米色它是四色里面最基本的 如果你都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你也不太敢穿什么有颜色的裙子 或者是呢 你想要搭更多颜色的衣服的粉丝 你们可以带米色 米色是无极限 但相对的 它的布料色就无聊了一点 它就是简单的米色 来深色就是深蓝 浅色就是浅蓝 但是它的浅蓝我觉得是中蓝 我觉得非常的亮眼跟好看 浅深的其实我觉得它也没有到很浅 这颜色我觉得它非常漂亮 就是很刚好 因为有时候浅蓝如果太浅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季节性的问题 这个颜色其实它也没有说 就是上面有特殊的刷色或什么 一点点水洗感而已 我觉得很漂亮 虽然蓝色和浅蓝色 其实我觉得整个感觉不一样 都很好看 那以纤细指数来说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就是纯粹看你喜欢很深的蓝 还是浅蓝色 好